聯發課不斷創高 IC設計股還有低基期可減 當然有 讓我來告訴你 10萬訂閱 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經急診室 我是愛麗絲 歡迎我們萬通國際的許民兄老師 愛麗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 聯發課有不斷在創高 那IC設計還有哪些低基期 可以去留意的嗎 喔 當然有 好 讓我來告訴你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我YT 我們現在有個人的YT 個人頻道現在推出了 歡迎就是追蹤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先看 那麼費半是直接跟像IC設計 半導體是最直接相關跟我們台股 你可以看到 像費半最近也開始在有反彈起來 但是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也到了季線附近 都開始會有一些賣壓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台股 我們台股也是 我們台股是直接衝到季線之上 至少黃色的線就是季線之上 我們台股相對強比較多一點點 當然你可以看到像聯發哥我們今天要講的 IC設計 當然你可以看到 這張股票持續一直往上推升 那麼最近還有哪些股票會有機會 來我們看 像圍影這也是IC設計 那麼這張股票我在這邊節目上跟大家介紹 大概在1550塊 今天說你看多少 1770塊 你如果看我的節目 我跟你介紹 你都賺220塊 好那這是圍影 它也一樣 還在創高 你可以看到IC設計股 也不是只有這張股票在創高 你可以看到 你看像威盛 這是禮拜五 上週五 這是我們股票 我也天天都有跟你介紹 因為我有希望說 你能夠看我們這個新聞 你能夠賺到錢 是 那威盛 在禮拜五漲停板 到了禮拜一再漲停板 昨天 最近成交爆量 昨天 昨天就爆大量 是 昨天最高要衝到151塊 好 那麼你可以看到 他們這些股票 為什麼他們有機會 一直在創高 你看很多股票 幾乎都死水一攤 對 都在折服 折服再折服 還是在折服 但是這些股票 為什麼他一有機會 馬上就竄出來 可以 這些股票 你可以看到像聯發科 最近 你看他大漲 一直持續往上推升 他有說到 他要跨入AI的領域 外資馬上給他調升到1000塊 哇 只有跨入還沒有東西 還沒有那個 對 完全還沒有 那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趨勢 那像威盛 威盛 他雖然他沒有 他也是做 他是做ASIC方面的精品 他還沒有 但是現在目前為止 ASIC已經跨到AI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威盛 你看他也持續往上推升 他只要有拉回的時候 我一直在這邊跟大家說 你一定要買 找機會買 你可以看到 威盛 你看 那麼我在這個節目上 跟你介紹 大概是在重蹈115塊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 昨天最高漲到151塊 這是威盛 好 那麼其實我們昨天 我們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先獲利了結 一半掉 好 那麼我們還有另外一半 那麼如果有機會再拉回一些 那麼我看到買點的話 我們也會再把另外一半 再賦回來 像這種股票 買股票我們就是來來回回 這樣來操作 我們來這邊做賺價差 我們不是跟他做股東 我們不用跟他做股東 我們不用替大股東報股票 我們只要報現金就好了 那我們下一個呢 好我們再來看 具有科 這樣股票 現在目前為止 那他也未來 未來他 還是很有前景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其實他已經 這一個在10月份 這一個漲這麼一大段 漲這一段 這一段 也是我一直在叫我告訴你 我來這邊來告訴你的 這裡以後漲完之後 我就告訴你 你不要再追了 但是現在他有機會拉回的話 你還是要站在買方 還是要站在買方 因為他們未來 他們的 他們都是高成長 很有爆發力 這些股票 具有科 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要注意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 幾乎天天有跟大家介紹的 光通訊 對 光通訊 其實我在節目跟大家講的是 大概是127-28塊 今天最高來到179.5 那讓你看節目 沒有讓你失望 好 那麼華新光 目前為止 你給我127去買 到現在目前為止賺52塊 這樣什麼概念 40% 40% 短短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華新光 他有拉回的時候 我就叫你趕快佈局 我在節目上都不斷告訴你 因為我看得到他未來 我知道他的未來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 一直肯定的告訴你 好 那麼 其實上述這些 你在超出的時候 你不要用追的 等他要有拉回的時候 我們再做佈局 對 因為我們要低買高賣 賺中間的價差 對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感謝老師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財經資訊 歡迎加入老師的LINE和Telegram 另外老師的Youtuber也現在要上線囉 歡迎追蹤按讚留言分享 我們今天的急診室下次見囉 掰掰 喔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德實地則房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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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